松山马建豪又二攻下30分率队击败南湖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林岳府台北报道 HBL男子组松山高中马建豪被称作松山KD 今日他面对南湖高中穷到只剩三分球 单场标进生涯新高的时刻三分 但攻下30分率领松山克服最多21分落后 以89比79逆转南湖高中 能否晋级四强降看南山高中泰山高中的胜负关系 松山主帅黄万龙对于球员在上半场表现十分不满意 更点名球队此仗成野马建豪 半野马建豪 马建豪在上半场防守都无法给对手压迫 让南湖越投越顺 而下半场他就用三分球含乙颜色 197公分马建豪下半场手感发烫 帅队吹起反攻号角 全场个人在三分线出手17次命中十球 二分球却是进球挂带 他知道自己有机会单场投进双位数三分球 不断跟队友要求进攻 不过在球赛尾声人执着投射外线 他坦言我觉得我有点太过自私 南湖表现已主控陈孝荣最佳 他全场18投13中攻下36分外带8篮板 却也发生10失误 即便至今球队一射难球 但陈孝荣仍继续在场上拼战 明日他们将队上东派高中力拼开湖机会 南湖陈孝荣攻下36分 却也发生10失误 记者林郑坤社